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將會有十分鐘的時間給大家提問股票問題 如果你都有股票問題想問的話 快點打電話來電話問股熱線204-6566 或一張問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這次嘉賓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 黃偉豪在旁邊 Rafi 你好 你好 我看到大市方面跌25點 做24,503點 國企指數跌不超過0.5% 跌50點 做11,920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239億 看看這個市況當中家庭觀眾有些什麼問 接聽第一位 電話旁邊有李太 早安 是 兩位早安 我今早4.8買了1345 不知道買了它馬上跌了 我想上網指數多少 2342我昨天2.62買了 好 先講一下中國先鋒醫藥 1345 嘉賓觀眾四個百有貨 是嗎?李太 是嗎? 是啊 今早買了 嗯 好 看到 它那個前景是怎樣的 好 看到公佈了業績 全年多賺近一成 股價方面稍為升了3%之後 到頭要跌現在這一刻 稍為跌1% 做4.65 嘉賓觀眾四個百有貨 暫時應該怎麼看呢 會不會回下來 應該怎樣做部署 好啊 Raffi 如果以現階段至1345來計算 我相信股價來後 都可能會先反覆 因為特別你見到業績上說 雖然大數上看 全年都賺一成 其實就是多賺一成 又不是說算太過頑 但當然簡單從按半年的比較上說 特別在頭半年 其實是賺1.4億的 當時增長了2.1 你這樣計算數 其實它下半年 都只是賺多1.2億左右 變相按半年計 其實那個下半年 那個情況 是較上半年有倒退現象 初步來說 就變得不算特別理想 並且回到股價上去看 其實這隻的先風醫藥 你以回這個全年業績去計算 如果現在現階的PE來說 大概就20倍鬆一點 當然了 以醫藥股來說 不算太高 但至少絕對不是便宜 或者不是吸引 所以似乎沒有太多 特別的吸引性 令股價可以升上去 更何況以回到股價上說 其實從昨天都借上去的時候 你特別看到二十天線附近 四個八左右 其實也看到一定的阻力 是壓下來的 所以如果你在這一刻 都破不了二十天線 破不了四個八附近的話 我相信股價其實有條件 可能會試一試 大概四個四的邊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定下指示位 我覺得你可以放在四個四的邊位位置 而上面來計算 如果今次能夠破到四個八樓上 以回到五個一左右 做回目標價 另外李太想問敬信通訊 編號是2342 家庭觀眾2.62有貨 看到現時做2.56 跌超過2% 看到昨天中午出業績做得不錯 全年轉虧為盈 就是賺1.5億 上年度是虧2.4億 息方面先拍1點三鮮 還有十送一紅股 但看到昨天秋星上來之後 今天馬上回調超過2% 其實怎樣看業績 家庭觀眾有貨 又可以怎樣做部署 當然這份業績上說 你見過初步來說 都頗不錯 特別是轉賺1.5億 剛才一樣 以去年上半年賺7千多萬來計算 其實下半年也賺7千多萬 變相按半年起碼 跟上半年差不多 我覺得整體來說是保持得到水平 二來也有所謂的目擊息之外 也有十送一的一個紅股 變相令股價昨天借石上升了 但怎樣說都好 始終經訊通訊 本身做一些手機設備類的業務的時候 在國內來說 競爭性還是比較大 而且不斷有個別不同的 即是狗不狗 都會質疑他們的帳目 或者個人有的混亂情況 自然股價 你看到昨天借石抽完之後 今天馬上沒有太多反應 但幸好你兩個六毫領買 都不算太高的價位 即是跟現在都相差幾格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再看著 特別過 如果你真的要訂回指示位的話 我放回大概兩個四毫八左右 如果短期穿回兩個四百樓下 我會建議先行考慮到指示離場 因為兩個四毫八拉過去看 正是這個大列口的一個底位位置附近 隨著今天升完之後補回這個列口之後 這個列口底位相送變成一個支持位 以248做回一個支持位 而上面來說 假設能夠突破兩個六毫半 我相信目標價可以放回大概兩個八多的水平 希望幫到就是你看 不關於這兩條問題 可以幫你解答 然後剩下時間和Rafi先跟進一下電油方面的問題 有位叫Vanus Lam的朋友想問兩隻股份 分別就是1816和1766 先說價值就是1816 中廣核電力 暫時來講 就升一仙做三個一毫九 家庭觀眾就稍微高一點 三個二毫二買了 想問下什麼價位可以走貨 看到這隻股份 暫時來講 波動不算太大 家庭觀眾三個二毫二有貨 暫時來講應該怎樣看這隻股份 如果以你本身跟現階段的價位差不多 價位有貨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先拿著 因為這隻股份 雖然現階段的價格 比較橫行一點或者悶一點 但我覺得很值得再拿個中線的部署 特別你看到之前出的長年業績 都叫做符合預期 你看到案年增長三成六左右 而且以個別人去看 其實今次暗料 撇除一些所謂一次性的項目 或者收益等等 其實亦都一樣 那個增長都叫做符合預期 而且以他們旗下的一些產能 亦有增長帶動的時候 其實以前景上看 其實會比較不錯 而且以最主要看的一個 另一個體股因素來講 都是看回核能方面 即是核電方面的重啓 內地方面其實都明顯正在走 因為之前都獲批了兩個 在淮洪沿海的一個核電項目 兩個基組項目 變相我相信 如果在來內地 都是繼續走一個核電的重啓因素的時候 對於它無論是股價 或者業績上說 我相信都會有一個不錯的推動性 所以變相暫時先先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定位置的時候 大概3.05元左右 只要這個位置不穿的話 我覺得問題不是特別大 反而上面來說 只要今次能夠慢慢中線 突破3.33元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回之前上市後的高位 3.66元做中線的目標價 然後另一隻1766元 Vanus Lam想問什麼價位可以進入 暫時還沒有貨 中國藍車兩家一天公佈業績 現價在做9.94元 升超過2.5% 這隻股份兩家公佈業績 其實見到最近股價走勢 有沒有跟隨著整個板塊 另一隻造成基建鐵路的股份 這樣升得那麼多 但你見到兩家公佈業績 可否現價去到買 炒一炒業績 還有就是中國中車 有望6月成立 炒合併的消息 會不會還有炒作呢 當然 當然如果你說藍車來計 雖然兩天後出業績 但我相信現價對業績來說 大家看到應該不會特別頑 都要了會比較理想 而且以來你計 其實這一體拿筆車 都不斷說是看合併因素 那你說業績來計 只要不是太有大的出入 應該對股價不會有什麼 太特別的一個影響性 所以變相 我覺得你這一刻買好 或者兩天後買也好 應該不會撐得太遠 更我發現股價上說 其實近期都比較橫行 我覺得你可以撐這些位置 撐上一上車 特別以大概九個八 附近左右 看看有沒有叫撐上一上車 那中線來說 都是看大概十一個八樓上 做回目標 而下面的話 我相信只要是宣布合併之後的低位 大概八元邊 在這段時間是不穿的 特別是成立中車之前都不穿的 我覺得問題不是特別大 好 剩什麼時間爭取 聽完最後一位嘉寧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有林先生 早安 你好 請說 我總之是23423 是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太平洋航運 有的 有的 應該是借近五、六分 那些位置 應該是一段時間 是呀 比較長時間 現時來講 兩個半 升近百分之二 但始終距離嘉寧觀眾的抹革 相距比較遠 暫時來說 都說不上是你姓的指洩位 應該怎樣做部署 好呢 如果以23423 我想來講 的確你看到無論圖 或者是大家看法上說 都還是對它比較頑 你見到股價稅不斷 都是一個落為主之餘 都沒有太大的一個起息 暫時來說 的確未必會這麼快 叫做扭住得到 因為你見到之前出的全年業績 其實還是虧損大約2.9億美金 變相來說 其實要扭虧 我相信還有一段時間 可能今年未必做得到 因為始終它本身做的一些船 無論一些大陵營 中陵營 或小陵營的船 其實在真正面對著 航運業這一刻 一來還在說運力過剩的問題 很多船都是棄置在這裡用不到 變相不斷要去到棄船 或者是拆船 所以形成一個叫做調整期為主 所以暫時來說 我相信股價 未必會有太大的起息 所以變相 如果你五、六元買 都駕了這麼久 現在一走就有少許可惜 我覺得你可以打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算前景比較審慎也好 但當然不排除股價 跌了這麼多之後 會有兩次反彈 我這刻嘗嘗嘗嘗 看看有沒有機會 試試大量八附近 做一個逢高減半的舉動為主 好 多謝了 就是這麼多嘉靈觀眾的提問 這次時間就差不多了 先和Rafi做回申報 看及股份有沒有哪隻自由 看都沒有 好 麻煩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將會有另一節的問題環節 都有十分鐘的時間 想問問題的話 現在就可以打電話來了 204-6566 我們稍後接聽